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健康笔记本 就是哪一种健身运动的伤害最小 第一个是游泳 第二个是慢跑 第三个是打篮球 先来问问Amy 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 我会选一一游游 为什么 就在水里很放松啊 很放松 对你其实可能不要动 你就当做做水疗这样子 用水疗漂浮啊之类的 对很轻松 是小元觉得呢 我也是选一 你也选一 因为我本身是救生员 所以在游泳池旁边 常可以看到很多的伯伯 在受伤他们在做腹肩 然后泡水 很多很多 就是医生建议他们来游泳做腹肩 对对对常看到 是Chris呢 我选三好了 因为觉得说游泳池里面有过多的率 很像是泡在那个药水里面 所以打篮球的话 可以就是帮助全身运动 而且还可以帮助长高 嗯 是 所以李医师 正确答案是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 以游泳 它的相对 它的一个运动伤害 比较少 慢跑的话 对脚踝 还有我们膝盖的一个冲击性比较大 所以会造成一个关节的一些不舒服 打篮球的话 主要它是一个 会有扭伤的一个危险性 或者是被撞倒 跌倒在地上的这些 肌肉挫伤 关节扭伤的这些危险性 那在游泳里面 因为游泳池有水的一个包覆 又有浮力 所以它对于下肢的关节负担 是比较小的 所以相对来说 游泳的一个运动伤害会比较少一些 比较少一些 是 除了这个游泳可能运动伤害比较小之外 那刚想问一下 健身或是运动 还有没有哪一些特别要注意的事情 我这边就是最主要是分好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一定要先注意 就是热身 对热身的部分的话 我们最主要热 因为全身上下你会说 那我要热哪里 或热什么东西 其实基本上就是核心肌群 那核心肌群 可能一般管总不太了解 就是也就是腰部 环绕到前面的腹部 这基本上就是核心 那我为什么要讲到核心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人在灌输力量的时候 其实你在手出力的时候 或脚出力的时候 都是借由核心的力量带给全部 那假如说你看我今天手受伤 我可以练脚 我脚受伤可以练手 那腰受伤 你会发现全身都动不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发力点自带于核心肌群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最好就是 我们可以一开始先做一点点 稍微刺激的养活起坐 或者是慢跑 让身体完全畅通起来以后 可以减少到运动伤害最低 是 所以每次常常有那个健身教练告诉我说 我们要训练核心肌肉群这一部分 对对对 这最需要 不只是好看 也是因为要保护你的肌肉和身体 是 李医师 多久上一次健身房比较好 一次我可以做多久比较适当 这当然就是随着每个人的体力不一样 那就是刚刚所说的 如果是初阶开始的话 不要每天上健身房 那大家觉得说 那我一三五去健身房 那我二四六要干嘛 那可以改做一些有氧运动 穿插着做 那再的话 时间的话 就是看你要训练多少的一个肌肉 那一般我们建议 对于同一个肌肉群 就刚刚举 我们刚刚用那个手举的 这个二头肌的一个训练 我们一般是建议 就是它的重量设定在 八到十二次 会觉得疲劳的这一个重量 那一套做八到十二次 然后做四套 一天内做四套 那中间可以休息二到五分钟 这样是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运动量 那当然你的训练的一个肌肉群越多 所花的时间就会越多 越多 所以看你要训练哪几个部位这样子 有没有哪一些人 特别不适合去健身房 就是说因为阻力 因为这个重量训练 它是一个主力训练 所以我们在用力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闭气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是要先强调 在做这个重量训练的时候 大家不要有闭气的这个现象 因为这个对于 这个血压会升高 所以这样你的血压控制不好 有心脚痛 或者是心肌梗塞的这些病人 这些做重量训练都要特别注意 再来说如果你的身体状况不好 例如我今天上完班 我已经很累了 但是今天的作业 重量训练还没做完 我一定要去把它补完 这时候其实身体疲劳下来 勉强的做 其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身体不舒服 太疲累的时候也不介意 是 运动健身其实非常重要 但是小心偷懒 你的大块鸡就会变成一块鸡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 如何保持体态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